伊華他是複選的 法律規定很清楚 複選 所以每一個人都複選人 那您對自己有信心嗎 我到現在沒有講過 所以對自己有信心嗎 我跟你講就是說 他是複選 然後必須要完成 必須要完成黨團 黨團推薦的程序 不用置疑 他還要很清楚 當然是由昌沛 已經講得這麼清楚了 好不好 那今天這個題目大概不會再討論 好不好 那子彈飛一飛再講 我該講說講完了 不該講也講 那如果要當總教的話 他說他會把你修理的東西 這個慢慢看 好不好 總統謝謝 賴清德總統當選人也來參加 我們這個黨團的新科立委共識營 前面他也以立委學長的身份 來給我們一些經驗談 那其中我比較印象深刻的是 他特別跟我們講到說 他在當立委的時候很少應酬 要我們少應酬 多讀書 多把資料研讀好 然後基於專業來做問證 是喔 好像是討論滿街的 是不是還是補昌沛 我不知道 要問總招 是不是有一位來詢問說 政府院長要怎麼投票 是不是 這個要問總招啦 因為我 這個黨團 還有 黨團 還沒有完成程序 可是如果補昌沛要上 勢必要尋求第三方的支持 你認為是有可能性的嗎 還是警察要持續站到底 因為 等一下 伊華 抱歉 伊華 伊華他是復選的 法律規定很清楚 復選 所以每一個人都復選的 那您對自己有信心嗎 我到現在沒有講過 沒有講過 所以對自己有信心嗎 我跟你講就是喔 他是復選 然後必須要完成 必須要完成黨團 党團推薦的程序 好 那我就講到這裡 好 謝謝 怕影響讓大家跌倒 如何 今天怎麼可以 可能在這個地方 討論政府院長的選舉嘛 對不對 今天最主要就是 那怎麼來民意大家嘛 那 討論黨來講民主國會 民主國會嘛 那現在等一下講國會運作 黨團運作與國會工房 這是內部一個親身訓練 那是不是有立委問到說 政府院長選舉要怎麼投票 這個無庸置疑 這還要 那很清楚啊 當然是由昌沛啊 已經講得這麼清楚了 好不好 那今天大概這個題目 不必再討論啦 好不好 那指南揮一揮再講 好 我該講說講完了 不該講還講 那如果他要當總教的話 他說他會把你修理的意思嗎 那這個 慢慢看好不好 好 謝謝 今天是賴清德總統當選人 也來參加我們這個黨團的 新科立委共識營 那前面他也以立委 學長 學長的身分 來給我們一些經驗談 那其中我比較印象深刻的是 他特別跟我們講到說 他在當立委的時候很少應酬 要我們少應酬多讀書 多把資料研讀好 然後基於專業來做問證 那賴清德主席也勉勵我們說 我們今天是黨團會議 雖然我們都是黨團的議員 但是我們更是這個國家 新國會未來的力量 所以我們要自詩 是要代表推動國家前進的力量 因為現在外界很關注正副院長選舉 剛剛裡面是不是有立委問到 就是正副院長選舉 那黨團的意思是什麼 我們民進黨黨團其實非常清楚 我們就是堅定的來推出我們自己的人選 也就是由錫坤院長搭配蔡其昌副院長 這一個搭檔 那雖然說這次我們在國會的席次 不是多數 但議事的攻防也考驗了政治的智慧 所以我們仍然是不到最後一刻 不會放棄希望 那有討論到說 因為畢竟五十一級 那可能還是比國民黨還要少 那有考慮說會跟其他民眾黨來合作嗎 其實在政黨的合作方面 我們的立場也相當的清楚 我們堅定推出自己的人選 那倘若民眾黨也認同我們人選的理念 價值的話 我們非常的樂於大家有合作的這個結果 但是我們不會用任何的政治利益條件說 來進行交換 那我想我們更大的工作是 畢竟要選出的是中華民國立法院的院長 所以距離投票還有幾天的時間 我覺得我們有很大的責任跟義務 要來向社會進行溝通跟說明 是到底什麼樣的人選 才適合來代表我們中華民國立法院 尤其是臺灣我們特殊的國際處境 國會外交是非常的重要 那尤錫坤在擔任立法院院長的期間 我們臺灣的國會外交 不管是接見的外賓團 還是我們跟其他國家之間的交流互動 都創下了史上新高的紀錄 所以我們相當的有信心 尤錫坤擔任立法院長 不只是民進黨的院長 更會是我們中華民國的院長 能夠來代表臺灣有一個正面良好的形象 也能夠在國際上為我們拓展更多民主的交流 剛剛好像有看到有送一些好像是課本嗎 還是展現進去 那個裡面的內容當然 那是就是尤錫坤擔任院長期間 立法院做了一些臺灣的民主的資料 在臺北市其實長期就是國民黨執政 所以過去我們的經驗就是在野黨的 在議會裡面的經驗 所以相關的議事攻防 然後各種的準備其實也不陌生 但到進到立法院裡面要考量的變數 要合作的或是交流的對象又更多了 所以今天也是算是跟很多的前輩來討論 然後交流一些經驗 除了教育委會以外國防外交 衛環等等這些主題也都是我過去有關心 也在我這次競選立委選舉公報上的政見之一 所以其實各方面都有準備 那我會跟其他的同事一起討論 就看我們可以擺出怎樣的隊形 可以發揮最強的戰力 今天到立法院心情怎麼樣 心情很一般但就在趕路中 因為小孩放寒假剛剛送他去上課 趕快趕過來有點搞不清楚是哪一棟這樣子 這個會給自己設什麼樣的農標 就是盡量努力那因為我也還在學習 所以以政治新鮮人來說 其實要學習的地方很多 謝謝你們 我要先進去了 怎麼看網路上有說要找黃主任 就是一個很可愛的議題 對 那我以為馬上有跟黃主任講說 你有看到嗎 你要不要來應徵一下我的辦公室主任 開玩笑的啦 但就是很可愛 對 你已經找到辦公室主任了嗎 還在尋找當中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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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輕鬆 謝謝現在都在討論他的資安的一個危害 我覺得這方面才是最主要能夠 我們去討論中國的APP對我們的影響 那至於內容方面其實各個平台都有 所以如果說我們今天在平台上面 我們對於內容有疑慮的話 那應該是一體對於社群平台的內容 都來做討論 而不是只有針對TikTok 所以黨內的公主如果要開頭 那你建議在那裡 再問你自己說什麼 如果要開去透過的帳號的話 如果要開頭的公主 我覺得應該是這個樣子 因為TikTok最主要的原因 是在於說他會拿你的geo location 會拿你的IP 所以他最大的麻煩 是在於說他能夠去trace 就是能夠去找到你 所以如果說對於自己的資安有疑慮的 或者認為自己是中國target的人 當然是比較不建議使用 那怎麼看黃國昌主任說 其實載具不重要是內容 載具跟內容跟它的資安疑慮 是三層不同的事情 所以如果說我們今天對於內容有疑慮的話 就像我剛剛講的 那是所有的平台 我們都應該來討論內容上面的問題 但是如果說這資安疑慮的話 TikTok的資安疑慮 絕對是比其他來的更大才對 目前有思考 日內要上來要推什麼 一些國防政策 因為現在還不知道會去哪一個委員會 所以我覺得對我們來講 比較重要的就是到最後大家要怎麼分配 因為譬如說教育相關的 或者說今天有滲透相關的 或者剛剛講跟資安有關的 又或者說今天是跟社會福利有關的 我覺得應該是所有的政策我們都應該考慮 而不是只有針對這件事情 謝謝 謝謝